今年二三月 NASA两架科研飞机 飞抵台湾上空 进行空污研究 环境部今天公布初步的研究结果 在某些气候条件下 地面层的空污无法向上扩散 加上地形引发的涡流 则会让污染物停滞 另一个发现则是 发现挥发性的有机物 在200到500公尺高的时候 浓度竟然比地面更高 掌握污染的特性 就有助于精准管制污染源 秋冬季节南部空瓶差 通常环境部会指出 是大气扩散条件不佳导致 此次NASA科研机 二三月来台进行研究 搭配其他科学证据显示 有时算地面吹北风 但500到1500公尺高度 却是吹南风 导致低层空污无法向上扩散 再加上地形效应 引发的涡流现象 还会进一步累积 又再上去吹西风 这个不同风向造成的 就是一个涡旋 此次跨国研究 也透过无人机 观测到200到500公尺高的污染 结果发现 PM2.5系悬浮为例 与臭氧的前驱物 挥发性有机物 污染浓度比地面还高 在仔细分析成分 发现多回高反应的锡类 多环芳香亭类化合物 来自石化业的几率高 学者指出更精准掌握成分 就能有助精准管理 未来这些的资料 都可以对应到的产业别 甚至未来都有机会 到甚至到哪一个特定的工业区 可能是哪一根的特殊的烟囱 所排放的都可以一清二组 此次与NASA合作的跨国研究计划 也验证了国产研发的空瓶感测系统 准确度相当高 环境部表示 研究结果可以校正空瓶模拟模式 可分析污染物成分 更精准找到主要污染源来减污 而不像现在部分对象 要求降载与减排 记者 林志明 朋友 组台北报道